万国因为守这个瘾呢 换一个词叫欲望 欲和难填 是什么导致 现代人欲望这么大 首先人的生理性 在古代 在以前都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就严重的提出来 这个的罪规祸源 就是西方的 性的解放思想 自由思想 和 避孕的 工具和药物 的产生 这些物质 也就才几十年 一百多年 而这些思想 他们早就开始了 一个人 我个人主义 我不需要家庭 想怎么样 怎么样 西方 最多家人 你二人世界 我们不要孩子 七年 要不了七年 就不养了 这些词全都是 他们搞出来 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 为什么不幸福感 这么强 中国自古是以 多子 多孙为福 你两个人在一起 你要 这个孩子是爱情的结晶 可以让你这个家庭 更稳固 长远 更幸福 没有啊 就要自己快乐 当下 及时行乐 享乐主义 西方 我们都是学了这些东西 物质文明 力赦人心 让心 找不到了 精神 全被他们 吸走了 工具一带 药物一吃 来啊 恋爱自由 我不用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试试看 试婚 你以为很潮流啊 你是害 人害己 害了自己的家啊 多寒人心呢 还不行 离了婚 再来 他想不明白 到底为了什么 什么原因导致 那么随便 男人 你只要女人一随便 他就得手了 女权主义 西方 我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行 我也行 你搞到最后 这个性格都扭曲了 这个 同志文化又出现了 以前同志是多么好的一个词 志同道合 吃了药 不要孩子 那是生命 你要负责任的 在过去 人怀了孕 那你就要歇一歇 不行 现在就没完没了 快乐 高兴 身体不行了 我一样行 我还有别的药 你就来嘛 你看你能坚持多久 他们从来不考虑什么 一倍一倍 不考虑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就不要说学老祖宗 不读书了 这个现代的长辈 那都是你深刻的经验 他们的话你要听 都是过来人 人家都是白活的 说他们跟不上时代 你跟了半年潮流 幸福吗 现在这个农村的幸福感比城市要强了 人家还是大院 还是几代同堂 还是邻里相助 还是享受天伦之乐 想不通呢 也要到城市来 来了 点赞收藏评论转发